室友刚又坑 他说他新手持十连两斤 怎么办 你这个女的他 室友 你们都是妹子 那好啊 妹子好啊 双斤好啊 接着玩啊 加油 少来看我直播 不然你会变成变态 你们说 玉空出了 亭云和玉空 带在一队 那岂不是十六分来 六六六 十八六六吧 一只狐狸八个 两只狐狸 那不是十六个吗 铁道数学学院院长 打不过混沌 好着急 不着急啊 慢慢玩 单机游戏慢慢玩就好了 有些人说 你要急着打 因为每隔半个月 要刷新一次 又会亏新穷 那个新穷只有六百新穷 要亏也没亏多少吧 半个月三抽 你半个月亏三抽 你一年不打 也才亏多少抽啊 亏一发保底都不到 再说了 你又不是一成都不打 我就是说 哪怕你一年一成都不打 你也才亏一个小保底 一年一年 再说了 你玩一年 不可能一成都不打 对不对 无所谓的 这个亏的很少 这东西 亏的太少了 还不如你的日常活动 那些东西的 石头 它这个游戏 活动给的原石挺多的 还有魔力宇宙给的原石 人他妈原石 星穷 活动给的星穷 和魔力宇宙 每周给的星穷 那些乱七八糟的 给的星穷挺多的 1999月卡档 一定可以通声音 那星穷铁套也可以啊 你们不知道 就渐渐市面 月卡档 无白鲁 无杰戈 满星混沌石 6月16号就有了呀 有鸭鸭不行 是吧 那林秋呢 那林秋呢 你号总不会比林秋 角色配置还要低吧 你还在找借口是吧 又有弹幕在找借口 你还在找借口是吧 还在找借口是吧 林秋你怎么说 他买体力了是吧 他买体力了 这种视频的意义就是什么 大佬买体力 做这个视频的意义 就是告诉你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配置低 链度高 是可行的 你硬要盯着人家 买体力了 我只能说 你的智商是真的高 你玩得有链度 不是跟上他这个了吗 他只是提前 把这个体力 拿去做实验 告诉你这种低配打混沌是可行的 大佬先给我们开辟了 这条道路告诉我们 你就要盯着 他买体力了 你迟早会到达他的这个体力量 等你到达他这个体力量 你的号还不是林秋 对不对 一般人都不会玩林秋 你的号的配置还比他高得多 那你不能打吗 那你说你不能打是吧 还狡辩 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请问我这样一番话 如果你还说不能打不能打 那算了 那你退游吧 我觉得这游戏不适合你 真的 你别折腾自己了 你最困难的时期 就你开荒的时候 最困难的时期 你猛力以后不好打的时期 那就是杰哥和白露 给了你好的游戏体验 这无可替代的 你在后面出他们的上位的角色 比如说假如啊 假如浮悬杰哥上位 然后又出一个什么什么奶 这个白露上位 他都是你已经很牛逼的时候的东西了 你已经练度很高时候的东西 他在你很小的时候保护了你 你知道吧 而且我开服的时候出了几个视频 都有说不要怕哪些角色升了会亏材料 大伙说机子很菜 练的浪费材料 这些素商 四星C不如以后的五星C练的亏 体力和资源就是拿来用的呀 以其你省这省呢 你省来的资源 你一直不练角色 你等出了好角色你才练 那你的开荒肯定是很痛苦的呀 你不省这省的 你直接练 你有啥练啥 有机子也练 对不对 你们觉得机子很菜 那有机子也练 什么什么素商你也练 什么四星C你也练 那他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开荒体验 这是无法取代的东西 你开荒体验就很舒服啊 比那些省来省去 省资源的一点都不练的角色 你这不是折磨自己吗 一个单机游戏有什么好省的呢 你觉得这个又不好 觉得那个又不好 这个又不练 那个又不练 怕练了亏资源 对不对 你这样游戏体验很差 知道吧 非常差 你什么都不练 只能拿几个辅助 资源就拿来用的 钱轻的点资源怕啥呀 几个月后大家都一样 买不买体力 半年后大家都一样的 等级都一样的 跟你说什么机子垃圾 不能练 练了浪费材料 就是给你的游戏 给你制造焦虑 练了的人就说 我操我练了 我浪费了 我怎么办 我靠完蛋了 重开了 那时候真的有很多萌新问我 机子克拉拉开局 要不要重开 感觉是被游戏玩的 不是在玩游戏 而且你的游戏账号 也不止机子一个角色 你跟我说游戏账号 五星只抽到了机子 但四星它有很多强力的角色 为什么就不能玩了 你练一个机子 其他练那个四星强力角色 为什么就不能玩了 机子主打着一个负C补伤害 你练一个主C受伤什么的 单疼什么的主C 那为什么就不能玩了 不一样乱伤 骗哥 骗种 我操 怎么死完了 看了个骗种 我角色死完了 什么情况 骗种 人呢 把骗留下 你那教教我怎么用 不过还是打过了 莫名其妙 上次在骗战收到了老木的换脸视频 我操了你 你 你 我 我操了你干嘛 我死了 你滚了 我操 你 你不远点 哎呀